一個紀念建築的法條區做審議 那這個在扯序上面可能會有些疑慮 所以稍後要請我們的主席 來做一個簡單的才識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檢報裡面有明顯的看到 它使用所謂的探坑 然後進行所謂的發掘的 這樣子的一個考古行動 那在座我們有兩位的委員 都是我們很尊敬的考古學者 我們的陳光祖委員 跟趙新年委員都是 所以這邊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疑慮就是 為什麼本案它完全規避了 考古移植的審議程序 而是直接跳到的歷史建築 或者是古蹟這樣子的一個審議程序 這是民間的一個很大的疑問分明體 那剛剛其實很多老師都已經有提到 就是我們這個堅定民購 它的文化資產價值 它對於整個臺北市 甚至對於我們整個日治時期 資產之遇到戰後的歷史脈絡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見證 那至於我們剛剛有記得 它有挖到了所謂的赤青離子的桃片 那縱整所有的跡象而言 它的角色在現階段 都應該要先以考古移植 去做審議審查 而不是歷史建築 因為目前應該很少有機會看到地底下的 我們講地下運航物被作為歷史建築 你看說一開始就作為歷史建築 當然如果之後它能夠有多的身分 雙層層身分 考古移植或是歷史建築 那當然是最好的 好不好 所以這邊可能還是要請我們的主席 進行財事就是 是不是在程序上面 我們應該要先以 所謂的考古移植的程序 進行審查 還是符合我們這一次的審議程序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再第七位 大家好 我是楊鳳萍 那就剛剛前面幾位的發言 其實我也是還是要再強調 就是這個案子 就以我們自己的公民參與上面 我非常非常的希望 那個就是公眾教育 現地開放參觀 還有就是移植相關課程的講座 還有附近區域的這個導覽工作 可以盡早的被那個實現 那我們剛剛說了 有一個月以內可以提出 那也希望那個文化局 這邊主管機關 可以好好的督促這個 接下來的這個活動啟程 然後另外也有就是剛剛我們提到 那個57條的應用這個部分 現在因應新的市政的發現 那未來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看待 行務台北行務所這個疑似遺址 那接下來的規劃跟我們過去就有不一樣的 不管是提取或是展示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樣子的考量 那我們也希望今天 不要只是透過肩底民工的定位 那應該還是要在充分的了解 他在台北監獄這個疑似遺址當中 還有其他的薰箴式 灰坑 甚至於放繳基礎 以及其他日據時期的這些水泥鋪面 或者是那個紅磚的鋪面 那我們希望可以真的 能夠好好的來考慮 這個台北行務所 他的文資身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各位委員 跟最安排的 有沒有什麼疑問 在我們內容的配合 我們可以 下方 六號 我們就 請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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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而且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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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成一案 成一案沒有人 結果做得到 這兩個案的結果都是一樣 我覺得都是日軍 正一案 更好 更好 那這兩個案共應該有四 二 三人 迴避一人 共有十九人 或伴侶 那諮詢委員 兩案就是十九人 或伴侶 同意的人也達到 出學委員的過關處 所以這兩個案都是同意 好 他們都說 三 三 六 三 方便 為您的意見 缺意見的話 我們就要進行 剛剛民眾發言的便宜 我好像就再說一下對這個案子看 這個案子當然他在提取民勾的工程過程當中 發現了兩件事情 那是誰的陶便呢 別這麼誇張 那個陶便看來沒有問題 而且有陶便出在原生地層 所以他肯定具有疑似疑似的一個 他值得懷疑他是疑似疑似 他是疑似疑似 所以在對於文智堡的定義來講 他就是工程當中發現疑似疑似 那所以說有些關就要進行一些工作 這是文智堡的規定 那這個我之前在 因為這缺了好幾點次了 就是至少發現這個死前 淘汰的時候就不接了一次 但我的意見其實是一樣 因為這個是在工程當中發現的 那我們必須要做些事情 在主管器官的承 那如果說這個工程停止 他不做 那這個功能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也許就可以對文在座後面 那只是說 我們出版就要對這個遺址 這私底遺址要去做 進一步的理解 我們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但這個法律的過程當中 好像就已經不是我們的責任 但是問題是 我們監禮民購是一部分 我們最近要討論監禮民購的責任 他是既然已經有福利責任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這個監禮民購之外 那個提起工程還要提取訓證 所以訓證是 這個工程還是持續在進行 如果說 獨發局他的工程沒有廢職 他仍然要去做一些提取的動作 那麼我們主管器官的責任仍然存在 我們必須要去做一些調查 那調查當然 我們當初在提的是說 我們那個主管器官的進行 可能動作沒那麼快 那如果說開發單位等不了 那開發單位自然就會去做這個實行 那我們做很奇怪 然後我們就因事 我們就完成這個責任 我們就去審查 所以現在的情況我記得 就是開發單位他們其實 是已經在委託我們要進行 我們要進行這個意思意思的那個 主持態的調查 那這個其實 避免我們無案局去規避無期啦 我覺得這樣講不太好 我們無案局這邊其實是要做 就是如果說開發單位不做 我們就來做 就這樣子 所以定有規避啦 我覺得這樣子想不太好 但是確實有在做同一個事情 但是我們都回到這個監禮民謀的身份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估計它是可以監獄 你剛剛怎麼講的 付屬為強遺跡嘛 好像是這樣用的 那其實我們這個監禮民謀 它也是付屬遺跡 但是它不是付屬為強的 它也是還有監獄付屺跡 但是最怕是只有這一段 絕對不可能嗎 應該有別人 那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說我們現在既然有一些 這個文化資產的現象出來了 我們就是要去做一些事情 至少我們必須給它一個 是或不是 或者說它是什麼 這樣子一個決定 這樣子開發單位它才好去往下走 如果我們決定它是土地 那開發單位它就不要想在這邊動 它也不可能一擊嘛 或者說它已經很困難 那這樣它們就可能會去做一些 這些變分 那這是對它們在現階段 碰到困難的處理 那我們主管學也可以 或者說我們大費在這邊 給它一個生分 然後定下來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可能 這裡面其他地方還很多嘛 那你繼續去做你的那個社宅工程 你直接挖到一點 你停一下 那邊挖到一點 對它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麻煩 那這當然就是 這是它的問題 它要繼續開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那個時間 沒有那個錢 做權力調查 那你要開 你就負擔這個職位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要不要暫停 我們去做這個調查 或是它們做這個調查 我們再來加上 我們要把建立民眾 來一起來談 還給建立這塊 目前是公子 它的身分可能會是什麼 這當然也是一個態度 那就是說 我們對著還是 我覺得說 我們有我們的態度 開發單位開發單位 開發單位 但是 我們現在已經 這個已經提上案子來了 那我們現在的角色 我們的職人就是要對這個建立民眾 去給它一個身分 那當然 剛剛那些發言的民眾是覺得 我們現在不能給它身分 我們應該全部調查都在給它身分 這當然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照例案的時候 除了說 我們大家都同意說 我們現在先暫停 我們在做更多更細密的調查時候 我們再來決定這個案子暫停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 因為這是我們的職人 我們的職權 這段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給它一個身分 那它是什麼 那在這個過程上 我是覺得說 開發單位 它必須要知道一點 它的風險非常大 它的風險非常大 那它是不是要等 還是說 它是不是要再多做一點調查 然後等到這支調查都清楚了 我們再來一次性的進去 告訴它你能不能開 我覺得很大可能 它會有非常大的困難 是不能開的 我覺得 我是目前在這樣猜測 因為這些牛 你即便 它寫寡度的話 也不是太好 它你一動的話 它會散開來 你還得先做一些事情 所以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有我們的責任 開發單位他們的討論 他們要冒更大的風險 這是他們的事情 但我們對這案子 我們還是聯繫有一個快點 是暫緩還是就審議下去 先提一下 好 謝謝老師 主席各位 我想這個案子 其實我覺得 現在討論建底民工的身份 跟它後續的主意是兩件事 它的程序在過去的這些 一直都是依照 要做五十七條 或是五十七條 或是五十七條 來進行發展 來做進行的 那我想現在的情形 應該是說 這個好方式是 建底民工的討論是一核一件事 那遺址的討論是一件事 讓這個五十七條的第二項目發現了 進入細則的二十七條裡面去 有 如果主管 即使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時間去 足夠的專業調查 那就有開發 還有未來去提 那像他們現在在做 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還是要確定 這個遺址的狀態是什麼 那所以我不斷地在說 在華光社區 中間剩下的這個 是個中體的部分 重新再做一次評估調查 我把它整理出來 在第一棟的中庭 有一個現象 有一支我罵城 第二棟的中庭 有尋真寺 有一個灰坑 第三棟的中庭 有一支我罵城 上下城 華光社區的不久 第四棟的中間 有華光社區的現象 那在旁邊的那個 路旁邊也放著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東西 都是在中庭裡面 那為什麼不在就這個地方 進行一個很詳細 全面性的調查去注意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憑著這樣子的資訊 在劇情審查 在決定27號方面的選項 要怎麼樣子的 在中什麼樣子的進行 我想這個可能是 比較完備的方式 那之前通過的展示的計畫 其實並不是走這個程序 那變成直接以監看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真的是相對來說 真的是想跟他說 會很冒險 那可能會整個的一支保存 跟開發都不做做一定經理 那對雙贏的這個結果 可怕是一個很不利的程序 那對於努力的程序上 可怕也不見得很晚 以上 謝謝 謝謝 這要跟所有的委員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事情就是 這個還是有一個起源 大概103年 剛剛報告老師 報告有旁聽的民眾 大概就提出來了 那是一個決議 當103年的時候也有提供資料 那我們依照這個決議 其實走到今天 大概程序上 我覺得文化局沒有任何違法的地方 但是今天挖出這個東西以後 就是監禮民工 其實在之前 也大概挖了40到50個坑 那這些探坑 大概也是依照17條的方式來挖的 所以沒有任何的規避 可能要請委員 跟所有在座有的報告媒體 來幫我們澄清一下 不是沒有依照程序 完全依照當年的決議 在走的 那這邊當年的決議 就沒有說不能開發 只是開發的時候它要限制 要做限制 那發展局當然委託了契約 委託劉北深基督市事務所 跟建國工程這邊 大概也是照這樣的一個程序來走 只是走到今天 其實上次在視覺到擴大視覺 到這個監禮民工的取決 都是經過審議的階段 每一個審議的階段 我們才會更了解這個基地 到底有些什麼 光是策繪拿圖來對 包括幾次的對比 其實都非常詳盡 哪些地方該挖 哪些地方可以挖出什麼 包括以後 就是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討論 可能下階段要挖一扇 都繼續在討論 那我們也必須去說 當初為什麼走這樣的一個 很多事 沒有由政府整個來挖一扁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經費的問題 全部的開挖可能需要的經費 大概不是我們今天能夠想像 所以才用57條配合27條的方式 希望開發單位來幫我們的政府 負擔這樣一個經費 所以今天挖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其實並沒有違法 也並沒有規避 這個要跟大家先做報告 再來是今天挖出來的監禮民工之前 其實包括了放假基礎 或巡真室的一個部分 其實在那個取決的部分 第二點是工程現在是全部都停 全部都停 因為主要的原因還是 我們看到的是 因為監禮民工 比之前的報告出圖的證據更為完整 這個是主要停工的原因 那陶片的部分 其實剛才也有說 大家可能沒有聽得清楚 出土的兩片陶片 剛剛陳老師講 可能是圓山文化 那其中有一片是在圓土層 另外一片其實被腦動過 在腦動層裡面 所以這兩片其實包括第一次的視覺 跟擴大視覺裡面 也有挖到類似的陶片 但是因為量非常的少 包括這三次量非常的少 所以一直也沒有讓他 重新再給他做遺址的身份跟審查 因為他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少 如果要走到死前 那大概清楚的就是 現在監禮民工應該 他是一個下水道的系統 因為他有一個L向往中間流 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他往中間流的那個部分 所以在下階段視覺 我們也希望 往中間L向的部分 能夠順著這樣的一個開挖方式 再把它挖一下 包括剛才趙老師講的中間的一個部分 那所有的這些視覺 其實都在讓這個基地環境更清楚 當然我們現在也可以 老師如果決議讓他叫停 那我們就把這個工程停下來 我們重新來編預算 編預算來看看要怎麼樣處理整個精華工程的地區 就是把以前所謂的條件都廢掉 那也要有一個程序嘛 那可能包括現在經濟部在做的 包括南門市場之後要做的 中繼市場 我們都要重新編定的 一套辦法能規制 當然他可能就是所有的經費 政府自己出自己先挖 挖到什麼程度 我們來看 但是這些都要重新再編定預算 我也跟老師報告 不是不做 而是在法律範圍許可之內 考量財政的因素 我們怎麼樣讓這件事能做 做得成功 做得讓他有機會 那再接下來我必須講 今天挖出來的這個殲體民工 跟當初預想的130多公尺是差不多的 我們只是說他的完整度跟被勞動度 可能比當初視覺報告要更完整 並沒有說他從什麼 230啊70幾啊 現在一直延伸到130 不是這樣 原先的報告書 如果各位看到的話 就是寫130幾公尺 那這個部分 可以去 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部分挖出來的 既然他是屬於建築物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已經看到的部分 要給他身份呢 因為他也確實完整 所以想 calm一下 拜託 他現在是一個假期的 我們來看